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年来很懂这个 经历了苦难 那到底潘金莲怎么样啊 发生什么事 潘金莲先是说迟到 不是 潘金莲不是去帮冰冰 是人家的电影 在华中师大 我也是在武汉大学读书的 不是一个学校 就一个宣传电影 先说你看照片 说是这个冰冰呢 哎呦 这个特诡异啊 说冰冰到的时候啊 就迟了十几分钟 然后呢往下看 说是什么安保问题 然后过一会儿又说呢 他得离开 甚至有留言传出啊 说当时有人威胁 说如果不离开啊 范冰冰不离开就断电 最后好像是这个小刚导演 也这个生气了 这就是怎么着 然后范冰冰就走了 据说向观众鞠躬 据说冰冰又流下了眼泪 然后他离开的理由是什么 你再往下看 然后冰冰 你看现在的明星都会为人的啊 回去之后都安慰粉丝 说都不容易 我到家了 没被截止啊 哎 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奇怪啊 我今天看了那个说法 说现场好像是有一个高 更高级别的会议在举行 所以现场的安保就特别严格 所以他光是进到这个会场 就已经是层层安检 好不容易进去了以后发觉 大家看到范冰冰来了 就特别的骚动 然后呢你也知道 高级别会议的安保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担心这些粉丝的骚动造成混乱 所以呢现场就感人了 所以现在就可以证明 大明星就是乱源 对吧 这种经历我倒是有过 不是我是大明星 是我在一个大学演讲 有现场有600个听众的位置坐门 还占了300个900个 然后好像突然有另外一个 临时举行的什么活动 学生活动 是有一队蛮出名的演唱会的乐队来 然后我开始讲了十分钟之后 跑了一半 跑走了一半 跑去听那个临时举行的演唱会 我真的蛮想 假如当时我有权利的话 我就给他们断电 不准他们讲 抢我客人 抢你客人 你知道我作为干这行的 我有一个特别的尴尬 在各地呢 我经常碰到 我还没法跟人家谢绝 好尴尬 因为什么呢 我对我自己的知名度 我认为我有清醒的认知 没有几个人认识我 真的 没有 我就没有什么带大的仪器 你知道吗 就是 但是呢 人家接待我啊 我一到哪去活动啊 人家是把我当大明星对待 最难受的一次 就是 非要找一圈保安 个个穿着军装 只不过没带领章 对吧 扎着腰带 好 然后说 邓先生 走 你们保护 保护啊 夸手拉手 站成一排 包围在中间 你知道吧 我这位可是 我说没人认识 我也蛮无所谓的 对吧 即便有一两个上来 人给你照个相 不会人多的 据我的经验 是吧 非要那么说 不行不行 就一直送到房间啊 夸夸夸 有一次在长沙 你知道吗 那个还 还不是在酒店里的活动 需要过一条街 对 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过一条街 就一队 一队就会到我住的酒店 要经过一条街 结果大街上一个奇观出现了 就是十几个保安 手拉手拉成一圈 我站在原心 就这么过马路 没有人看 快走快走 我说散 散 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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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散 说窦先生放心 我们一定互助 而且都是保镖的神情 戴着墨镜啊 啪嘶说 看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我 哎呦 我说以后各地单位啊 麻烦就 我没那么有名 你知道吗 我经常 这是对你的一个尊重 就是他这是 以高规格来接待 要是咱真是冰冰 有那么多人挤在这 我心里也很满足 是吧 这个这个仪仗是合适的 但是问题在于 经常碰见周围圈儿空为一人啊 你知道吗 那个观众走得比我还快 尴尬尴尬 我碰过一次去广州 一个活动 班长礼嘛 电影班长礼 走红地毯 他们大会很好心 安排我跟谢安琪啊 一个歌星啊 香港啊 也蛮受欢迎的 在广州一起走 他牵着我走 已经很尴尬 因为那大会 预先没通知我说 要上台班长 我就随便穿啊 已经很尴尬 一直走红地毯 当然很多人拍照嘛 都是拍谢安琪 然后走到红地毯 镜头呢 有一道场 然后不是要签名啊 轮头签啊 那谢安琪先签 然后大家就 拍照 谢安琪签完笔给我 我一拍的时候 那现影 全部现影就散了 转头就啪 就散掉了 我一个人就在那边 咕咚咚咚 老人于海 老人于舟 老人于笔 然后就在那边签名 没有半个人给我拍照 喊人家全部散掉 好像见鬼一样 我就在咱们节目里 我曾经讲过 但是正好接着你这话 我觉得最可乐的有一次 是十年前多少年前 当时我跟一个公司做了一个 就大到张子强的那么一个节目 最后发行那个碟 那个碟 卖VCD 卖 那那个影音公司呢 就让我到上海啊 去签售 当时上海看不到凤凰卫视 那没有人认识我 后来我还跟人家说 我这个人特别害臊 你知道吗 我说你要我就签 人家没人让我签 那我不就尴尬吗 他说你放心 我们都安排好了 一百多个呢 是吧 你放心 肯定现场情况空前 然后我就去了那个书店 最后签完了之后 我心里数着数 就一百多个 就也没多来 没错 每一个都没有 还看到他们在后面领工资 发工资 到老板 然后看到你就说到老板 反正经常会有意外的事件 发生 对吧 冰冰的这个更大的事情发生之后呢 咱们说一个比他小的事情 这件事比他小啊 这件事千军一法 现在在很多八卦一族里 他们的价值观就是这样的 范冰冰出个什么事 可能比飞机相撞 还引起他的注意 对吗 但是像我们这样 游国游民的人 我们当然要把重心放在 上海洪桥机场 10月11号出的这个 千军一法 你先看看这个啊 这个这个 十月你看 民营航 就整个洪桥机场 那个塔台好像都就地免职了 就是转岗 然后就说这个非常严肃 叫A级就是最严重的一级 就是险些造成几百人的击毁人亡 你再往下看 你看 这是当时的这个画面 一架飞机在起飞 另一架飞机横穿跑道 两架飞机最接近的时候 才十几米 十几米啊 差三秒钟 差三秒钟 两架飞机就撞了 你再往下看 一个是A320 一个是A330 你看 这就是英雄机长 这个机长 他们现在说调查出来 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就看出这个老司机啊 老司机他就是不一样 就当时啊 这个现在调查原因 是这个塔台的这个空管员 好像沟通 有问题 就是你不清楚 这个飞机是什么位置啊 然后呢 这个主要责任是塔台的 但是那个横穿的那个 好像也有点责任 当然 你一定看得到你前面 有没有飞机的吗 还是就是他关了应答机 然后就是 然后呢 这个A320 这往上 就起飞已经 当时已经加速到 时速200公里 你想时速200公里的时候 突然看见前方一个飞机 横穿马路 横穿跑道 结果你看 副驾驶的这个本能 据说是踩了一下刹车 对 但是这个时候你不踩 你不能踩刹车 踩刹车肯定撞上去了 肯定撞上去了 然后呢 这时候机长马上接手 强行起飞 就在时速240公里的时候 蹭一下子 就从这个横穿的这个上面 腾空而起 险些相撞 太可怕了 这为什么会有人 关应答机这件事情 你是要想想看 我们在飞机上 他们有 有 有示意图 你可以看看当时这个情况 怎么发生的 我跟他人一看 刹车 这时候飞机已经起飞 那个指定 左边的飞机是听不见的 哎呦 不晓得飞机上面的乘客 知道这个事情吗 应该没有感觉 假如他们知道 就不晓得有什么反应 等于是说那一秒钟 当他们知道的时候 其实本来他们可能已经死掉了 确定是没法讲 可是那机长 我猜不会跟他们讲 坐飞机啊 坐内地也好 香港也好 台湾也好 有一个跟在国外 坐飞机不一样 很讨厌 那个开飞机的机长不讲话 很酷的 对不对 连几乎连起飞都不讲了 连暴天气什么 都由那个空中小姐 随便讲几句 然后我们坐国外的飞机 特别欧洲的飞机 话很多嘛 对 一边开飞机一边讲嘛 每隔半小时 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 又讲了一堆 可是你别说安心 他来告诉你 我们等一下碰到乱流 大概15分钟 你们放心 fasten your seatbelt 你放心 对 不说话的时候 就应该不安心 因为要全力处理 前面航空船跑道了 是吧 但是你知道 世界航空史上 最惨烈的这个车祸 不是 最惨烈的空货 空货 其实不是发生在天空 就是发生在地面 就是西班牙的一个机场 一架荷兰航空的737 和一架泛美航空的737 真的撞上了 撞上之后 也是穿跑道 在跑道上就撞上了 撞上之后 583人 两机啊 击毁于人亡 这是死人最多的一次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先去一下 你看现在是华东空管 华东空管局13名领导干部 是吧 什么处分撤职 然后这个当班指挥席的管制员 终身不得再干这行了 但是我刚才说 这个当班机长叫何超 继一等功 可能给物质奖励 那我想叫另外一架飞机的机长呢 犯点小错 犯点小错 什么叫小错 他也这个 没看到另外来一极 那怎么会是小错呢 对 但这个事就是再小都是大错 所以我就是说 最近整个事情是差点发生 但重点是后面的究责 你就会看到 这整个系统的一个问题 你懂得意思吗 第一 当然这次是从上到下都处置 而且好像是给予很严重的处置 但我第一个想的 就是最近虹桥机场 人手挺缺的 一下子13个班不见了 13个人不见了 你要怎么去 颠簿13个专业人员 他才没人了 这倒不会犯错了 那后来就反而引起意外 本来没事的 很紧张 你13个人 你就算你的人力要在短期内 怎么补齐 现在好像就是空管局 帮他们代管一段时间 那你就人手 我觉得那起码还要补13个人 一下你要从全国再找13个人 那各个地方你得调职 或者是大家的那个工作量 要变时间变长 这是24小时的一个活 你是他跟我们做主持一样 你在这个镜头前 或者你在这个工作的那个时候 你的强度是很大 你不合一有一丝一毫的一个错误 对吧 尤其是这自己平均一两分钟 就起飞一班班机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下13个人 好像是负责了 但某一种程度 我觉得 对啊 你就说对 就是你说与此同时 也引起了全国 7000名空管员的哀名 就说我们已经连续三年降薪了 然后说 他们说这个空管员 好像要求的素质很高 但是实际上在中国呢 就是他的收入相当于窄体机 小窄体机飞行员的五分之一 我也不知道这个就算少啊 还是少啊 也是收入是吧 收入是偏低的 而且想起来他们航班 也不容易有弹性嘛 不容易有红包嘛 总不能你先给我2000块红包 我给你先起飞 这台飞机先给我这个 我给你 你没给我红包 慢慢等 延误五个钟头 在美国空管员是所有 就是地勤人员当中 那个薪水最高的 而且他们的人员相当少 不到一万 就好像全球才十万人不到 所以他是非常高素质的一个活 那为什么在这边下降 我今天看很多网友啊 有人说 这个讨论制度 说为什么第一 这个人才本来就不足 然后说是因为薪水就是太低 所以没有人才 下面网友骂声一步断 说凭什么要给他们高薪水啊 这个难道要有薪水 才可以表示说有好的素质吗 难道这是工作 不能给他带给他们成就感吗 我就觉得大家也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社会 怎么特别仇视别人加薪 就如果他有这个技能 你就是应该培养这样子的人才 不是吗 那今天为什么会这个 而且还有今天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绝对不是一个的错误 这我不知道 我看完特别有感触 就真的跟我们做新闻一样 今天一个主持人讲错话 我们常常就笑一个主持人说 你看你读错东西 但我常常有苦说不出 这背后有多少个层层的把关 第一这个稿子谁审的 起码有三个人审 审完了以后呢 编辑你要不要再看一遍 编辑完导播导演 你在出标题的时候 你要不要再看一遍 你看到那个 那个auto queue出现的时候 你会不会再看一遍 我看的时候 我是最后一道了 所以换句话说 这过去有十个人在把关 到最后出错 骂谁 骂最后的哪一个人 一样 就吞掉了 就吞掉 那问题是 这为什么会有十个人连环错 那如果这件事情常常发生 或最终那样 重大的 我们只是播出失误 但这个可能会有人命的问题 那为什么 因为你不想把 没有人想把事情做到最好 因为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官僚的 官僚的重复 所以你看我 我现在我要是找人 就是有一些合作者 年轻人 我很信任 信任他们 也有一些 我很不信任他们 我发现 其实真的说是什么 讲琴法揽 这一套 我真的选合作对象的时候 我不看这个 因为我觉得 那是经理考虑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 其实我就是看人的这个德行 你知道吗 就是天才就是专注 你知道吗 优秀就是细心 没有什么神秘的 就是人群当中有这么一些人 就是大头虾 就是马大哈 我跟你说 给多少钱都没用 我现在就 因为从我自己的感受上来说 我觉得人只有两件事 对吧 你要嫌钱少 你可以不干 但是只要干了 这事就跟钱没关系了 对吗 责任感 我查了一下材料 来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说法 说法国 那叫控制塔 前两个月 炒掉了四个年轻人 炒鱿鱼 理由一样 都是他们在控制飞机起降的时候 玩手机 就在控制塔里面 然后在发那个Twitter什么的 然后就 他们说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 本来以前一直都有 那没有炒 只是警告 就过来 文韬老弟 不要玩手机 专心工作 现在不行了 马上吵 然后希望可以 杀杀别人 他说那个年轻进行的 不管你有多专业 到最后来都拒绝不了 那个手机的诱惑 这就是顾专业 他本身上还是一个 就说 我就说是个人性 就是德性的问题 就是你知道很多 我举个例子 现在我们也拍一个新节目 我就跟你讲讲两种 比如说 我家辉还参加的 我想象的一种面光的一个效果 你看 我就带着这个 我想象的 我去登门拜访 这个中国电影界 也是一个大腕 吕乐 对他吕书 真仗义 就是给我们干完了活 塞给钱都不要 就为朋友帮忙 这不是为钱 但不是为钱 他听了 你听了一个专业的摄影导演 他 我说完了我的要求之后 他在他家 沉吟了一会儿说 你们这个节目 是要搞成黑帮开会吗 他就知道 在我们电影里 是这么一种效果 然后他说 好好好 那天到那天我去吧 我带我几个团队去 你知道我就见到了 人家这个吕书 就说这种 不是为钱 给你帮忙 给你帮忙 这么一个杰出的一个摄影 他是怎么做的 他带来了 他一个团队的人 你明白吗 一个团队 所以我们那个客户 见到之后就说 咱们这是个小节目 咱们几十个人 全带来 带来 然后说问他 你的那个效果是这样 你看 打出来了 打出来了之后 然后全拆 说我建议你的 第二个效果 第二个效果 是这样 然后说拍五分钟 你看 我说这个更好 比我想的更好 我说要这个 他说你别急 我还有第三个效果 夸右拆 就拍 说你看这行不行 然后我说 哎呀太好了 这后两个哪个都行 然后他说 现在咱们走 就不在棚里 他说我觉得你这个节目 是在真实环境里发生 那靠一些自然光会更好 他说我帮你联系了一个酒吧 咱们到那 窗外也有风景 要哭了吧 这么好的人 我最后真恨不得哭了 我说这 真的 这就是一流的 就是人家的专业性 然后呢 我说我们的团队 我说哎 学这样 Copy 对吧 大师给弄好了 咱们一门一样 Copy 最后弄出来 我说不一样啊 他说啊 这个不一样啊 这个 那 不一样 比如说嘉辉 我说这个嘉辉 这个面光 还有点暗 他说 他说这个 我们研究了一下 昨天说这个 你别的嘉宾呢 你们这个脸呢 长得比较圆润 嘉辉呢 留点瘦 说他这个两个腮帮的 凹进两个坑 所以就有阴影 我说全世界 有人跟我讲嘉宾 说你长太难看了 所以我们不能打 当然最后 请收回来 你看两个字 他们别是用玩家 他们说瘦 我明天去打Botox 放心 对 所以我就当时 我就有点发脾气 我说你怎么这么容易妥协 怎么这么容易妥协 就是就是 当然最后 我也向他们道歉 我说我是减肥 饿肚子 有点容易放上火 我说而且最后 他们我这一发脾气呢 做到了 就把嘉辉打得很帅了 就是你明白吗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看相比 我说你们做得到的 你知道我有一次拍东西 我真的觉得更妙了 就是是个外景 然后呢 外景都会有一个 那个给导演看的 那个monitor 然后那个monitor呢 就是给导演看说 光啊什么的 对吧 然后呢 我就说 可以不可以给我看一下 我到底就是 头发什么遮住什么的 他们就转给我看了 就我一看 然后就觉得特别黄 然后我就说 今天光是不是特别暗 因为我平常是不太 我这种小牌 怎么可能讲什么 但我那天特别黄 整个是辣黄的 我说不对 我看那个monitor是黄的 你知道我们导演说什么 我们导演说 那个导演把灯光师叫来说 又婷说这是黄的 是不是我们灯怎么调 灯光师妙了 把那个monitor开亮 See 现在是亮了 然后我就说 行 麻烦导演 接下来我们这个节目 播出的时候 PS下面打一个 请观众把家里面的 那个电视机调到亮度最亮 我们再也不需要灯光师 他就这样子 在我面前 我想说 这个有时候生气 不是说 你要不要对我好 No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专业度的问题 对 所以我跟你说 今天的年轻人 真的是可以说 就你想出人头地 我跟你说 人家会选择你 你跟别人的胜出的不同 不是因为你多聪明 因为你更细心 其实我认为 很大程度上 聪明就是细心 想的多 比如说 你能不能想象到 甚至你要拍一个节目 你能不能想象到 人们在iPhone上面看的时候 人们通常不会把亮度 调到最亮 对 于是你的那个亮度 反映到 这什么叫用户体验 对 这才能做好工作呀 对吧 就是我就是这样的 千千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很有功名 现在两下俩坑的 所以你是碰到好人 你说你要女娑 女乐是在北京 北京 因为我在香港 碰过那次的情况 也是有个难题 又去处理 跟朋友说 他也是非常仗义 没问题 不要讲钱 我去帮你 也是带着一个团队来 也是跟你一模一 弄了第一个效果 我给他看 然后很好 他再弄一个第二个 更好 我说好 最后这个 他说不急 还有第三个 可是第三个就要收钱 香港人 第三个我就很急 当时说 我说第三个 第二个已经这么好了 那第三个怎么样啊老大 他就慢慢不讲话了 第三个嘛 那就要收钱了 就给新牛拿了 最后就给他钱了 所以生意归生意 一码归一码 所以你是碰到好人 所以我就说 你记得 你就说这个机师 我昨天看了一个电影 就是你这降落在哈德逊河上 纽约那个机长 伊斯特伍德的 你知道这个机长 不是英雄吗 你知道在美国 这个电影反映的是什么 他受到了精神压力 快进一崩溃的调查 就美国那个航管呢 就是说当时的空管 告诉你 在附近机场降落 你为什么判断 你要降落在哈德逊河上 然后呢 法庭上 就是不是不是法庭 听证会 听证会 就是说多少次 最后他就快崩溃了 因为电脑模拟 电脑模拟当时的情况 不必降落在哈德逊河上 完全可以降落在附近的机场 哎呦 这个精神压力之大 但是最后他想到了一个什么 他说 你说的是电脑 我要求用人来模拟 因为人在突发 这种情况的时候 人有个反应时间 好 人模拟 人模拟仍然是 就像那个电脑游戏一样 仍然可以平安降落在另一个机场 不必冒险降落在河上 然后他就说 你扣除30秒的反应时间 就比如说 你发现飞机哼船跑道 或者你发现这个情况 是人呢 不是电脑啊 我需要处理这个情况 在众多不可知的信息里 好 那这个听证会裁决 扣掉30秒 结果扣掉30秒 那两个模拟机师 哐 就是电脑显示啊 降落就是不成功 于是最后还了这个机长荣誉 就是说你当时的直觉 多年的经验判断 只能降落在哈德逊河上 是正确的 就是这么严密的这个监控 这个电影里面其中 有一个最感人 我觉得地方在什么 他那个调查期间 那个压力大到 让那个机长自我怀疑 记得吗 其中他还跟他太太说 对对对对你也看那电影 万一呢 万一 真的是我判断错误了 连他都不敢相信自己 他刚开始明明是说 我确定当时是不够时间 降落在另外的飞机场 一定要降落在河 到某一个点 他不敢信任自己 可是要调查是必须的嘛 所以假如说回上海叫事件呢 除了说炒鱿鱼等等啊 追究以外呢 真的有帮助呢 是要调查 因为你调查知道状况在哪里 才能改善你的制度 我不晓得内地 有没有调查这个过程 当然调查过程是痛苦的啦 对对某些人来说 而且里面是说什么 那些保险公司也非常可恶 保险公司一定要把你逼到 原来是你错 他不需要赔 对我觉得他 可是我觉得整个调查过程 在这件事情 太素在素 也很中国式 就是我们很快的 把一批人 然后解决掉 然后就告诉你 这件事情结束了 这我觉得是比较紧张 塔台没人了 对 薪水太低了